另外在您看的是 位在总统官邸附近的豪宅一品院 当初呢因为距离官邸太近了 高楼层的住户可以轻易的看清楚 第一家庭的动态 当时是引起国安单位的一阵紧张 那没有想到最近润态集团呢 又要在官邸的附近盖大楼 国家元首的安危再度亮起红灯 戒备森严的总统官邸中心寓所 再度出现违安警讯 原来又是豪宅惹的祸 真的新建的这栋大楼距离总统的寓所 只有240公尺 而它新建完成之后会有12层楼这么高 远方完全没有遮蔽物 这对总统寓所来说 安全上有很大疑虑 还没完工的建物 已经让负责总统安全的国安局好紧张 原来位在博爱陆地 紧邻植物园的12层楼豪宅 距离总统官邸只有短短240公尺 完工后高楼层住户就能看光光 元首在官邸户外的一举一动 不只没有隐私肉身曝露在外 难保不会有安全疑虑 因此国安局对建商提出警讯 要求除了大楼24公尺以下的不做管之外 高楼层都必须踩密闭式设计 而且要用强化玻璃不透光 外墙高度要有200公分以上 防止有人攀爬 就怕稍有疏失 威胁国家元首安全 还记得两年前 一品院豪宅 就因为盖在博爱特区内 引发安全疑虑 没想到现在又因为盖大楼引发争议 相关单位对建案审查的标准 有没有疏失也引起了讨论 三连新闻杨子健宣问好 海北报道 三连新闻杨子健室